地中海饮食 单一的食物保证不了健康 只有科学的饮食才是真正的王道 地中海饮食是地中海一代的传统饮食 由于这个饮食的特点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地中海膳食模式 总结归纳一下就是一句话 记住这句话可以概括一下 多吃植物 少吃动物 红肉不缺 海产不少 爱杂粮 爱喝奶 每天不离橄榄油 在地中海饮食里 你得用蔬菜 全煮物 豆子 坚果等素食 填满每天一大半菜单 每周吃适量的鱼琴淡奶 一周吃两次红肉 用橄榄油控热这些食物 拿天然香料代替盐和味精 条件允许再来一杯葡萄酒 别看菜单里有肉有酒 但是跟脂肪摄入较多的美国相比 坚持这种膳食习惯的地中海居民的身体 要更健康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要明显低得多 许多研究都证实 长期坚持地中海饮食结构 能降低糖尿病 代谢综合征服阿兹海膜症的发病风险 可以帮助预防乳腺癌 口腔癌 消化到肿瘤 对心血管疾病预防更是有利 能让发病率降低30% 地中海饮食呢 只是一个精确的食谱 你要想学着这么吃 可以呢 先戒掉猪油 牛油 多吃海鱼 续芹肉 和新鲜水果 保持食材营养 用天然的豆子 坚果 代替油腻的甜食 一步一步的 慢慢来 地中海饮食本身不是仙单 除了食物结构 地中海饮食还特别注重餐桌上的气管 和餐桌下的运动 吃得好 心情好 加在一块儿 才是地中海饮食的精髓 欢迎你把这段视频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 天下万事 吃为大 营养专家为你的头等大事 保驾护航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女子力科学社吧